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你说,我这房子的格局是很难布置 我放这也不对,我放那边也不对,我放这边也不对 所以我头很痛,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 另一位参赛者也同样住在逸顺 他就是年轻活泼又爱搞笑的赖逸汉 为了迎战前辈,他特地找来好朋友李佩文帮忙 逸汉的家是复合五房氏组屋 客厅的装潢风格与他年龄真的是相差四万八千里哦 那个稿子上呢就写最近哦,你一直忙着在拍戏啦 你真的忙着在拍戏吗? 没有啦,只是参与一点点小小的电视演出 哦,怪不得我好像没有看过你 哈哈哈 ok,保护 这个是古董客厅的 ok 这个真的是哦,Gren East meets West 这个是那种西方式的那种English library but就碰到了葫芦兽 你跟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格格葫芦兽 你不要过来讲你的房间也是这个团柄啊 啊不是,我房间很hip的很硬的 是吗?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走 诶 他的卧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nice it's comfortable 其实我觉得你蛮有feel的 哦 你有个平台 平台 那平台下面也没有暗格的 没有 有没有把几条那个金条塞在里面的 没有 那边才可以装 好 话不多说了 记得量一下你的尺寸 然后冠军衣服 我们就去抗产面线了 不过在那之前 对了 没有忘记你们 现在我们的SMS有奖问答题呢 现在就开始了 今天的问题呢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 到底怎么找答案呢 跟以往一样 继续看节目 答案就在里头 好 我稍后见了 家庭观众有奖游戏 请问好帮手介绍的保修计划 能免费修理坏家具和电器吗 A 能 B 不能 请输入CC 空格 答案 A 或 B 空格 姓名 空格 身份叫号码 发送至 75500 答对的朋友 将有机会获得一台电视机 加 加油 贝加乐 加 加油 贝加乐 加 加油 贝加乐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计时开始 比赛规则 参赛者必须在一分钟内 将十样产品的编号 品牌和名称末迹 每一组只能派出一位代表参赛 两组参赛者将轮流作答 如果五秒内无法作答 将由另一组补答 这个回合的优胜者 将得到一样额外的奖品 最近的两组的代表分别 就是Queenie和Jasper 来 十号 十号好像是一个平板的电脑 对 什么牌子 三 二 一 来 Toshiba平板电脑 答对了 很好 一半是我的 Zoji Rushi电放锅 答对了 来 九号 Panasonic的电冰箱 答对 来 四号 四号是Pineer的音响系统 答对了 很好 好 来 六号 用眼睛看的 电视 什么的 牌子 可以给暗示吗 可以啊 等下你赢了你给我 四 三 三 一 时间到 来 Panasonic 32吋LED电视 答对了 来 七号 Sweet Dream 双人床入 来 一号 Kitchen Eads的搅拌机 OK 来 八号 八号 不可以 不可以 三 我知道 我知道 八号是Trendi的 Trendi的洗衣机 很好答对 五号 好 Doma的沙巴 很好 来 三号 Panasonic Digital FLR相机 很好答对了 还有吗 没有了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比数是4比6 恭喜你了 谢谢 你今天的奖品就是那台电视机 有没有想过要买一下电视机的 有 我刚才来之前我就要买一个电视机 真的 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买一个节能的 然后从旁边看才看 要瘦瘦 很Slim的 又时尚 这样才素我吗 原来如此 看来今天的两组朋友呢 都是开心果来的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 你们肯定会很开心 因为就叫做 欢乐购物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POR我 没有用的 今天的神秘物品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红色的嘴唇 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物品呢 融入在你整体的设计里头 所以现在你们知道什么神秘物品了 你们有一个概念说 到底你们想要做屋子的哪一个空间 来 Jeson 我要做我的房间 你要把它做成什么 Entertainment Well done Puini 我那是很传统的 房间乱乱不要紧 客厅要做美美 对吗 Yes OK 很好 一个是小的空间 一个是比较大的空间 不过两组同样的预算5000大元 好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现在计时开始 走 Woo 这个是499 蛤 499啊 这整张499啊 4999 4999 这个是499 这个499 这一套是2199 去配你的眼镜啦 天天玩电脑玩到2199啊 走 哇 妈咪 蛤 很好看耶 这个星座特别 嗯 其实我跟你们讲喔 这一组沙发啦 其实有一点点意思在那边 你的客厅喔 是属于一个比较畸形的 对不对 对 如果说你摆那些中规中矩的话呢 来来去去 你根本都没有把整个屋子的星座 给给它改掉嘛 对不对 没有创意 没有创意 不过当你有一个比较圆形的 就是有个弧度在那边呢 整个屋子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每当有尖角的地方 你用一个圆半圆形这样去呢 你可以soften掉它的很多的那种尖角 听了陆江的建议之后 A组马上找了这套时尚又经典的沙发 你的墙壁本身呢是浅紫色 然后你的那台钢琴呢 大白和黑之间是什么 very dark brown extremely dark brown yes 所以红色跟黑色它是搭得过的 对对对 红色跟灰色它也是搭得过的 我觉得它的价钱呢也很适合你 为什么呢 它的整个号码呢全部都是没有尖角的 都是圆的 是吗 一个二 一个三 一个九 一个九 全部都是圆的吗 2399 如果2399我就讨厌 你不要看着我 你问他 2399 包括这些哈 来 Floorband 拿 哦我的天啊 很美 你可以解释给我听一下吗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floorband 这个是3D的floorband有没有 我精心设计的呢 哈哈哈哈哈哈 不可以笑我 我才会坐两点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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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贴的 OK 进来所以 而且你是圆圆圆的啊 圆圆圆圆的 这整个是platform 3m的platform 很好 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entertainment room 所以 你要买的是sofa bed 对 也啊 好 可是 你的地板是什么颜色啊 卡片是gray gray color platform是pine wood 墙壁是lug green的 所以我跟你讲啦 你可以去撞色 你可以撞到风 或者是呢 你可以配色 因为你的墙壁已经是很壮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的platform呢 本身是pine的话呢 也就是说 其实你是可以选择一些灰色的 灰色on pine is nice 然后下面呢 又是gray so 那个 因为颜色有那个层次 你这是built in 台的 对 pine 颜色 所以这样子我觉得 you can do with 一些比较neutral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呢 有个function 你可以把它拉起来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扶手 或者是呢 你甚至呢 可以去那个 所谓的灰色 因为你在选择下去的时候呢 你要想呢 它除了有一个实用性之外呢 它应该符合一些 所谓 让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有更加舒适的感觉 不要来 放个手 哎 哎 Melissa 我记得那个bryan 刚才有讲什么 so far 有糊手的 吃这张 哦 呀呀呀 ok吗 买了 我的车脚 买了 买了 你像是它的前脚 买了 ok哦 ok哦 沙发床选好了 马上去看看电视柜吧 哎 记得 你的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选择一个小巧又多功能的电视柜 最为合适 那刚才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控制的 你们觉得怎样 我觉得不错哦 嗯 刚刚好可以 fit 我要买的那机器的size 嗯 ok 我们买这个了 好 没问题 哎 这个玻璃的电视柜很漂亮耶 可是就是因为它是玻璃的 所以有点烦恼 我怕我儿子等一下玩玩玩 发生进去把他打破掉 不会了 我很乖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心的话 你可以花一点钱 参加我们的保修计划 什么保修计划 保修计划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如果你的家具还是电器 有什么损坏的话 我们会免费帮你修理 这多少钱啊 这是899 899 再加那个 我刚才那个 哎 那我还剩多少钱啊 大概1702 哇 你数学很好耶 再来看看B组 对啦 作为娱乐士 电视机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功能越多越好 哎 怎么样 选到了没有 选到了 哪一台 这个 因为它42寸 全高清广角 又可以放SD卡哦 哦 OK 多少啊 金价1299 可是我们现在有特别优惠 也优惠 只有888 不买我才是笨的咯 啊哈 B组的两位参赛者 个性活泼又年轻 而且平时还喜欢一盏歌喉 嘿嘿 所以啊 陆江就建议他们 再买一套家庭影院系统 哦哈 这样一来 无论是看影别还是唱K 都是半功倍 哎 这无疑是为娱乐士加分 哎 快点快点快 哎 这张黑的咧 哎 我就是要找黑色的玻璃 这多少钱 499 499啊 确定吗 好 我要这张 来 请坐 OK啊 看住啊 不要给人家买掉啊 我去看别的东西 走走走走 哎 我的 entertainment room 可以放一个 bar fridge 对啊 就是这里啊 OK 哇 这个很美哦 很美哦 YES OK 我们买这个 要不要 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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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哇哈 B组什么都买咯买咯 口气还真不小哦 好在五千元打造一间娱乐室 还是相当足够的 两位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的 购买他们喜欢的电器和装饰品 但是买归买 千万要记得 所选择的物品 除了实用和美观之外 更重要的是 要配合今天的神秘物品 红色时尚单人鱼 这样才有机会获胜哦 再来看看A族 对啦 漂亮的沙发 怎能少得了地毯相伴呢 不过 如何挑选一张颜色与材质 都恰当的地毯 也是一门学问 同样是五千元 A族打造的是客厅 相比之下 预算有限 选择装饰品 就更需要智慧一点啦 Bryan 我觉得还有点feel 所以这个很好啦 这个上次有关于吗 OK 然后你还买什么东西 Barbete 很好 有冷的东西 你没有热的东西 现在的都市人很流行喝咖啡的 Designer coffee 对不对 你还去那边买了那个 有没有看到圆圆的那个 那个红色的 那个美又是红色 OK 好热的东西 好热的东西 我要找灯 你还在打电话 什么 我已经帮你找到灯了啦 哪里 不在那边吗 这是灯在那边 这个是什么声器呢 我跟你讲 这个灯它特别的就是 它可以随着你的心情 然后变成不同颜色 这是什么 这个是规模控制 你可以控制你的灯 你看 你可以改变色 这里啊 慢慢来 慢慢来 你就选红色 因为神秘无比是红色的 对呀 到目前为止 你除了画 有那么一点点的红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是红色 而且再加上 你把这个关掉先 OK 关掉了 好了 它是整个透明的 然后你选了电视机器 前面是有镜子的 对不对 对对对 It's like crystal clear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你没有亮起来的时候 它搭得很好看 不过当你要淋上那个气氛的时候呢 它又可以随着那个 你要的颜色而去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你最佳的一个选择啦 对哦 当然那边还有很多啦 可是我觉得你不用想了啦 不要想了 因为我相信你的眼光 所以已经写对了 对 OK 他们好了 你们也好了 因为我们的SMS 有想问答题呢 时间已经到了 想知道今天谁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 继续看咯 一起看看A组的购物总结 餐桌椅套 沙发 电视柜 两张地毯 两幅挂画 蜡烛 玻璃装饰品和台灯 总共花费4994元酒角 再来看看B组 再来看看B组 他们购买了电视机 蓝光播放机和影乐系统 电冰箱 笔记型电脑 落地灯 咖啡机 沙发床 电视柜 地毯 挂画 三个靠垫 地球仪和咖啡杯 总共花费4949元五角 A组的新家具已经送到 忙碌的时间开始了 现在的辛苦 都是为了把最好的成果展示给评委 想到改造后的漂亮客厅 一切都值得了 同一时间 装着新家具和电器的货车 也来到了B组的楼下 嗯 每一次改造总是令人期待 看着东西一样样搬上楼 想着一间小小的卧室 将被打造成一间多功能的娱乐室 兴奋的心情 真是藏也藏不住 今天的两组参赛者 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打造空间 自然也各自有各的困难 如何在过程中 扬长必短 将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啦 不错嘛 终于可以挤进来了 对对对 其实呢我就一直卡在门外那边 他们呢 费了一个九牛二五之力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赢的话 又更可惜啦 对不对 白费人家的力气 你当过前已经想到了没有 你的钢琴要放哪里吗 你还是要放到那边 没有没有没有 等东西都摆好了 我等你来帮我一起 sorry啊 我只是来讲几句话 然后再配管你 我让你动一下它 因为它已经很久没有被按了 你们加油啦 好 因为呢 再过几分钟 我平时就来 快点快点快点猜 耶 很快的 A组就准备就绪啦 我没有办法想象啦 以前 五千块可以改造 整个地方是改头换面的 新的家这样哦 很像 半新家很兴奋的 半新家 然后家具这些都不同 不同的 然后我想我们 应该有机会 对不对 来 加油 其实整个感觉很不一样的哦 你的那张红色的椅子 你想可以摆在 可以摆在这边吗 你觉得我可以吗 还是 我觉得就过来这边嘛 你应该在里面买卡片啦 有 啊 OK 可以垫在它的这个下面嘛 所以就一个非常 cozy的那个feel 这个三层的东西 跟你的整体的那个搭配起来的 会比较好一点啦 然后你的话就再挂在这边嘛 对不对 OK OK 那是good 所以加油了 好了 好 谢谢 B组也做着最后的努力 力求给评委留下完美的印象 这一针 我看啊 它美的红色 它占的空间很大 我的房间的空间 不是说很大也是 所以我们摆这边也不是 摆那边也不是 多亏大家的帮忙啊 我们才想到了 绝妙的方法 才把它放在一个最美的位置 评委来咯 三位美女评委 首先来到B组的家 Welcome B组看来已经准备就绪啦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热烧的整个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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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评委更深地感受 娱乐式的气氛 B组参赛者真是用心良苦咯 热闹的欢迎仪式之后 就是评委打分的时候啦 B组的打造空间较小 所以啊 5000元可以选择相对较多的东西 评委认为 B组所选择的14样物品 都非常有创意 而且也很实用 但是在整体的色彩上 与神秘物品的搭配不够理想 特别是椅子下面的白色地毯 和整间房间的灰色地毯 不相配 看上去不统一 嗨 欢迎来到Lady Gaga的家 Thank you 欢迎 来 让你看看真面目 也看看我家的真面目 欢迎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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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两组参赛者 为了讨好评委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啊 但是别以为 送了玫瑰花就能加分哦 我们的评委可是铁面无私的 评委认为 A组很好地运用5000元 来打造时尚经典的风格 改造货的客厅 感觉好像走进了一间私人公寓 圆弧形沙发的选择很大胆 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餐桌下的地毯太小且不实用 与神秘物品的搭配还算恰当 只是装饰品太少 整个空间看上去有点空 不知道今天的评委 更喜欢时尚经典的客厅 还是创意无限的娱乐室呢 恭喜恭喜 A图你们获胜了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会赢的 因为你看对方也是很努力 可是能够一起参加这个游戏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经验 对不对 我们还赢 以后我们的家就是这样了 你懂吗 变了 变了对不对 最主要的才五千块钱 你把整个家换到这样 一直叫妈咪装修装修 是 B组也没有空手而归 这套家庭影院系统是给你们的奖励 现在公布SMS有奖游戏答案 请问好帮手介绍的保修计划 能免费修你坏家具和电器吗 答案是A 能 恭喜以下得奖者 今天的神秘物品呢 是一张红色的椅子 那伟林呢 为了配合主题呢 就做了一身 Lady Gaga红色的打扮 真的是吓死人了 不过呢 家人还是老的啦 最终哦 她还是赢了哦 如果说呢 你要拥有颜色 红色来说 因为呢 它是一个非常热情 芬芳的颜色 所以四周围要搭配的颜色呢 应该是分别是 白色啦 米色 或者是黑色 这样子呢 就使得整个空间看起来啊 有那个层次感 就是这样子呢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Goodbye